N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哥德人對上波爛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藍方是選擇了哥德 哥德人的話他的能力最大特色是一開始 吃這個犀牛啊 鹿 這個可以吃得比較久一點 所以他很適合前期打這個裝甲步兵 或者是赤猴開局 對他來說是一個前置壓制的一個好辦法 但是到了後期還是需要打這個步兵來說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點 那哥德人後期這個步兵減免是非常多的 但是他需要強大的經濟做支撐 所以城堡是在開始 可能需要壟斷時間才能做一個很好的反擊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波爛人 波爛人的話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這邊的話 波爛人的一個小小的細節 就是他可以在果子旁邊插這個大莊園 那大莊園呢 只要撒完農田 之後就可以立即瘦成8%的食物 那所以他到了後期 肉量是可能是最多的 因為這個立即瘦成效果實在太好 那波爛人的話本身算是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是打工兵步兵騎兵 都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而且工兵還有拇指環 步兵有三公三訪都有 騎兵雖然沒有三訪 但是有這個大落馬 跡他落馬 還有這個貴族特權 黃金只要30塊的黃金騎死 非常省 所以波爛人到後期的打法是相當多變的 那我覺得波爛人對上哥德人的話 有點算是55開 但是我覺得波爛可能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波爛人是全能力都可以打 但是哥德人是工兵路線不太行 只能打這個步兵 路線會比較好 騎兵路線的話也是稍微慘一點 沒有三訪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波爛人的金在前面是比較尷尬一點的 那果子在後面對波爛是一件好消息 因為波爛這個大莊羽要防守 是必須是非常難守的啦 你必須要投資一些劍塔或是兵 或是直接維持的狀況 才可以把這個大莊羽給守起來 因為一般的文明都會把這個農田 撒在TC旁邊喔 可以即時收村 村不太容易被騷擾到 但大莊羽就不一樣了 你這個離TC就有一段路 這個一段路程就有可能村民就被騎殺掉 是有可能的 所以波爛的果子在後面對他來說 是非常好的開局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哥德 哥德的話是果子在前面 金也在前面 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哥德這邊的地形 比較微妙是金有點太外面了 那雖然波爛也是啦 兩邊都看起來差不多慘 但是哥德更慘的是他的墓區只有兩塊喔 第三塊墓區要到右邊這裡 有點算是偏外側了 那波爛這邊也是 所以兩邊都是兩片墓區 然後第三塊墓區都比較偏遠一點 所以打起來的話就是可能要先打兇喔 打兇之後讓對方沒有辦法直接壓過來 這個經濟才可以爽爽啊 不然就是要花一堆資源去維持喔 才會比較好防守一點點 好這邊兩隻棒棒出來 哥德絕對是要打棒棒開局 那待會有可能會直接轉赤猴或是弓兵喔 應該是會轉弓兵的機率比較高 因為他這邊是有挖金放 我就是兩個人 哥德二人挖金 轉弓兵的機率是偏大的 那裝甲步兵會不會下 又是一回事了 那目前哥德只按兩隻棒棒 應該是前期不會去投資裝甲步兵 這邊是決定要來開農喔 一級農一級木先點下了 那這算是哥德比較直觀的一個打法 開農反擊 那破爛人的話這邊是選擇了 這個一般的工兵開 那我個人打破爛的時候也是很喜歡工兵開局 因為工兵開局前期的肉類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很早就可以上到城堡時代 那如果是刺猴開局的話 破爛上城堡時代就會再更晚一點點 而且也不太好對應棒棒攻擊 或是其他的少打法 而且刺猴也沒辦法 很好的去打到對方的 村民喔 工兵的話就比較有殺傷力一點 那哥德這邊是決定打工兵 破爛是選擇打毛兵開 也不是選擇小弓 這邊金礦是沒得挖的 這個金礦太外面了 這邊出個毛兵房下就差不多 那裡面主要還是先撒農田為主 這個農田趕快撒一撒 早點上到城堡時代 對破爛人來說是個重點 好那這邊刺猴直接硬砍 兩次棒棒繼續追逐 這裡毛兵的缺點就是打棒棒傷害太低了 打得有點頭破血流 好那哥德這邊的打法 是要決定把自己家裡圍死 那這邊就會消耗大量村民去圍家 然後導致這些經濟可能會稍微被拖到一點點 那他這邊也是決定要來打防守的樣子 工兵也沒有打算要出門 好那破爛人這邊也是直接圍了出來 哇這個 看這個金礦這樣子圍 好難受啊 圍了一個很奇怪的區域喔 但至少這樣子圍的話 可以把這個金礦安全的挖下去 還不用投資這個劍塔 好那我們這邊就稍微加速一下 沒意外的話兩邊應該都是打到城堡 四代才會繼續造兵開打 好不下一集射 兩邊都是一集射 那哥德會轉弩兵 突然這邊會轉 戰毛 好這邊下來一個TC 那對方的工兵已經等待 這邊弩兵升級還有2秒 戰毛兵還有20秒 好 沒意外的話這邊戰毛兵一號也可以反擊 但現在盧兵已經好了 所以現在射毛兵傷害很高 好哥德這邊很標準的點下2級目 經濟該點都有點 反而不然這邊有2級農2級目還沒有點下 像他這種情況我應該會先點的 這個肉跟木頭很多的時候 就要趕快先投資一下 會比較好 好這邊毛兵再繼續 針對對方的工兵 好這邊高打低 打這些奴兵傷害非常的高 哥德絕對放棄治療 只遠低給對方佔A OK全部收完 好那哥德有點虧 損失這麼多工兵 結果對方只用10隻左右的戰毛兵 就搞定了 好那波蘭這邊很標準的也按下2級農2級目 在波蘭這個文明來說 2級農算是很重要的一個科技 甚至3級農也是 因為這個立即收成8%食物 是跟這個農田科技有關的 所以有些高手們 他們會直接先上2級農 而不是2級目 但可以的話 還是2級農2級目先下會比較好 3TC開出來之後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比較容易爆出你想要的冰種 好那不然這邊3TC開他之後 也直接挖石頭 應該是會先挖洞洞城堡 好在這邊蓋一棟城堡先守住主經 好這邊駝車再砸一下 好那哥德這邊已經有一棟城堡 這邊繼續挖一下 騎士出來解掉駝車 這邊騎士出來解一下 那應該繼續打嗎 好這邊直接想要前壓城堡 但是哥德已經在右側蓋了一棟 結果這邊直接把城堡蓋在你臉上 太狠了 好這邊城堡直接取消 放棄到了高地這邊繼續蓋 高地堡就還不錯 那哥德這邊可能要趕快把自己的長王兵 跟奴兵全部兵全部派出來 阻止對手蓋城堡 這個城堡被蓋起來雖然主經不會第一時間被射掉 但是有相當的威脅性 這邊城堡要放棄蓋了嗎 好這邊騎士直接硬拉 吃掉了兩台頭斯特 但是對方長王兵數量其實有點多 但後面還有幾隻長王兵沒有在做事喔 一直在追村民的動作 好這邊趕快來騎士去解一下長王兵 那村民可以繼續回來蓋 正面的奴兵由於受到騎士的騷擾 只能一直往後撤 而且血量有點低 但是後面有更多槍兵補了上來 殘血的騎士直接順便被收掉 這種城堡已經來到85% 其實要蓋是可以蓋得起來的 這邊忽然可能硬蓋會比較好 OK第一時間蓋起來 忽然一蓋好之後馬上按下戰錘兵 看來是要來直接長驅直入了 但是資源上有點快要接近帝王時代了 但是卻點下了貴族特權 雖然這個貴族特權可以只讓騎士花勝金喔 但其實這個資源量是 快要將近是帝王時代的一半資源左右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玩普蘭的玩家 貴族特權這個科技喔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先點 但是也可以選擇不先點 先點帝王時代再點貴族特權 是一個選擇 通常這樣的時候 你出來一點帝王時代 然後第二波上去 帝王時代好之後 你貴族特權也好 然後可以馬上研發重裝騎士喔 那你就有很便宜的重裝騎士 而不是一般騎士而已 好 哥德爾這邊是準備要來送到帝王時代 不然這邊有可能是想要打一波嗎 還在按兵喔 這裡好像沒有要打算上帝王啦 好 哥德爾這邊點下帝王時代兩分鐘 這時候蓋下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應該是要來按衝車了 哇他真的是鐵的心沒有要上帝王時代 來 城堡開督 有沒有機會督掉對手呢 好 衝車出來 好不然這邊先用騎士去試探一下對手的兵力 而且發現裡面兵量很少 這邊直接原地開打 但是長江兵數量有點不太過多 這邊用大量的騎士直接淹了過去 暴力硬解 哥德爾這邊直接全軍潰敗 喔後面補下更多戰錘兵直接淹了過來 不然這邊能直接把哥德爾一套帶走嗎 現在是城堡時代打帝王時代 那現在有騎士加戰錘兵 哥德爾人其實有點難受 戰錘兵每尻到我一下單位 都會撿對方的一防 所以遇到這種高近遠防的單位 效果是非常好 但是哥德爾的防護力本身偏弱 也沒有三防 所以這個戰錘破防能力 並沒有那麼亮眼 好這邊直接造了大概六臺衝車 七臺直接開拆 太狠太狠 好但是哥德爾這邊早就升級好雙手見兵了 二攻點下強綠護腕二農 三瓦技術 OK 終於解掉了TC 趕快解一下 右方有少量騎士在亂算 但還好右方有一棟城堡 可以守住右方的區域喔 但這邊這邊已經被破爛大軍壓制 那這邊終於有這個雙手見兵出來 但是戰錘兵數量還是有點多喔 可能要再更多雙手見兵繼續按喔 才有機會擋下這一波的拳壓 好 突然的戰錘兵開始有點打不太過對方雙手見兵了 接近人家是帝龍時代的兵種喔 現在城堡時代打帝龍時代還是有點落差的 好 衝車直接往前走 再次看到雙手見兵還是要撤了 這邊看起來正面打不贏 這裡暗衝都非常多 那這根箭塔居然還沒有拆掉啊 這根箭塔不知道輸出了多少傷害 好 送我見兵直接反推回去 剩下ID血也不撞掉喔 有點可惜耶 好 這時候破爛也升到了帝龍時代 這邊稍微反打啊 直接在城堡下面開打 好 其實傷害跟血量還是優於這個見兵的感覺喔 好 那破爛這邊看到對手出雙手見兵 直接果斷的按一下奴兵的升級 看來要來打強奴了 那破爛的母子環也是非常給力的 雖然防御差了一點 但這場母子環彈道學化學什麼都有 不然來說都是有的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啊 好 左邊這邊其實有點鬆喔 GDEL這邊經濟慢慢補回來來到五十九片田 他自己家的經濟都有顧好的感覺喔 好 左邊這邊其實有點鬆喔 好 正面再來一波波蘭的戰錘兵 配上騎士在前壓看一下 大家發現對手雙手見兵好像越來越多 騎士只能選選的側嗎 還是要等自己槍出來再繼續打會比較好 剛才想到帝龍時代升完重裝 這波騎士在送掉才會比較有價值 不然現在送掉就有點太虧了 好 稍微加加速一下 這邊點下了劍兵有勢的升級 好 強奴也補下 波蘭這邊強奴準備要轉出來 這邊波蘭有沒有想要跟對方開戰 欸 結果突然打了起來 這裡直接在城堡的射程下開扁 波蘭這邊能打得贏正面嗎 但是對方已經升級好了劍兵勇士 但是三攻還沒有好 這邊在升級級兵的升級 後方有兩台巨銀兵在輸出 喔 是三台 但正面波蘭的兵已經全滅全速被消滅掉了 哇 這樣對哥德來說是很專的一件事情 但波蘭是有點傷腦筋的 因為波蘭對上哥德的話 出強奴是有點危險了 對方只要轉出哥德衛隊 這些工兵都會瞬間被秒殺的 好 這邊強奴稍微抵抗住對方的步兵燒了 補下無政府狀態來了 所以就是哥德的關鍵科技 等一下無政府狀態之後 就可以再均勻生產這些哥德衛隊了 就不用再用城堡生產 然後待會有空再點下幾分 讓這個兵營的生產速度升到最快 待會就無腦爆這個哥德衛隊就可以搞定了 好 那哥德這邊打最濃那一種 連三級目都點下了 波蘭這邊雖然到了利用斯大 但是有很多科技還沒有直接硬上補 好 這邊直接下一個輪軸跟輕騎兵 還有彈道學 好 波蘭這邊戰翠兵數量來到了非常多 大概有9隻 我後面就是強奴18隻 但是有哥的衛隊出來的關係 所以強奴現在不能站了 要先趕快撤到城堡下會比較好 戰翠兵可能要來當電碟 好 這邊直接走逼的地方啊 但是被對方各的衛隊追上 好 波蘭底下三級龍 有先把自己的經濟搞好 但是這邊出強奴有點微妙 如果是我的話 我這邊可能會打個強奴20隻 然後再配上 少量的騎士喔 重量騎士加上戰錘幣的組合 不然就直接出奴炮 投車都是一個選擇 好 再合一點喔 出這個火炮雷達 好 都還不錯 好 這邊 強奴直接 數量來到了35隻 非常大的數量 讓哥哥這邊開始打雙線喔 右邊這邊偷偷蓋軍營啦 太狠了 好 正面兵沒有空 突然這邊強奴可能會被吃掉 因為哥德威隊直接過來做個包夾動作 哇 這邊直接被貼上來 哥德威隊打強奴實在太痛了 兩刀直接砍死一隻 我看這個血量噴得很快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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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哇 這麼大的數量 結果一瞬間 哥德威隊就把所有的強奴給吃光了 正面的部隊直接潰步成軍 波蘭直接轉出大肉馬 還有機會嗎 好 波蘭大肉馬 攻擊力還沒有升完 防禦已經滿了 但是遇到對方 哥德爾還有出疾病的狀況下 這樣能換得贏對手經濟嗎 只能先去打騷擾了 正面就只能拖時間讓對方打 好 這邊看起來肉馬也是繼續送 看起來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反而是哥德威隊一直在入行波蘭的家裡 三巨頭直接開拆 完蛋 這個是波蘭最後的防線了 突然人要是這裡守不下來可能要打出GG 而且哥德爾這邊還補下了三級農工會制度 經濟再顧到最好 黃金還有一千 十五兩千 要繼續爆這些步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現在經濟非常的好 波蘭則是有點窮困潦倒 投資了一個強弩 反而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就直接送掉了 好 結果波蘭這邊搭出了GG 哇 這個哥德爾打的時間點還算不錯 而且波蘭中間這一坨兵進去 居然沒有把哥德爾打慘 也是滿意外的 反而哥德爾又慢慢融回了 即使用雙手劍兵擋下來 波蘭的那一波衝車衝緊 雖然城堡掉了 但是至少家裡的經濟還沒有被搞到一團亂 村民的數量還是滿紮實的 然後看來後方的經濟 沒意外的話 哥德爾應該是領先一些些的 好 那果然波蘭落量還是有贏 哥德爾人的 贏大概兩千而已 但其他資源都是贏 波蘭比較多一點的 那獅頭只有贏 輸十個應該不算太多吧 木頭一千 黃金也多一千 經濟上看起來是兩邊差不多的 好像也沒差太多的感覺 哥德爾這邊戰術是比較明確的 對方轉強奴自己就按些哥德爾位隊 對方不轉強奴自己就繼續打雙手劍兵加擊兵的路線 確實可以封住波蘭的單位 波蘭單位的話要打這些組合 一定要出重裝騎士或強奴來打 只要強奴的路線也被封印的話 出戰錘兵其實也沒太大的效果 波蘭打哥德爾確實是有點小小的劣勢 那如果要打到後期的話 波蘭還是可能要靠一些工程器來解決這些步兵會比較好 只是靠兵換的話很難換得贏哥德 這就是哥德爾最麻煩的地方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